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 原谅我没有视线来说明 爱只叫人疯狂在你 其实我每一段感情都很多故事 很轰轰烈烈 那我的上一段感情 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打打闹闹 到最后我的每一把琴 我好几把琴都被砸烂 太怎么讲 太注重想要自己 想要去追寻的事情 那反而因为这样子去忽略到 你周遭的一些很值得去爱 需要去关心的人 那个时候的另一半其实就是女朋友 她也对我很多的不谅解跟抱怨 到最后我们其实很多的应该算误解 在那个时候其实对方也给我很多的想法 可是我都没办法去符合她的期待 那到最后我甚至因为这样子她 她的个性也变了 她开始她变得喜欢女生 其实那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怎么会想到你自己的女朋友 后来她有了新的另一半 可是她的另一半是女生 然后我就那时候在想 我在思考 或许是因为我 我的不够好 所以开启了她对性别上的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角度 虽然是有点遗憾 但是对我来讲其实或许这种经验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 那我活生生让我遇到 然后我也学习到了 我后来开始面对我周遭的人 能够及时地去关心 及时地去爱她 我们应该讲说 我们去欣赏每一个人 跟我们的不一样 也去欣赏每一个人的缺点 那也是对我来讲一种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每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每个人